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又到了我们在爆米花相聚的时光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你可能听出来知心姐姐的声音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感冒了 你有没有感冒过呢? 感冒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其他家人会不会特别来照顾你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家人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爱 是不是呢?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感冒了,你会不会为他们做点贴心的事? 今天,知心姐姐要给你讲一对父子的故事 发生在中国古代,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 爸爸想要照顾儿子,儿子也想要照顾爸爸 局势非常危险,他们该怎么办呢? 邀请你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巨人的秘密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哦 请听巨人的秘密 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 中国政治南北朝的时期 当时候的政治非常不稳定 社会动荡不安 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就趁机带领人起来作乱 到处都兵荒马乱 不是被战火侵袭 就是被盗贼抢掠 社会上一片萧条 老百姓真的好可怜 当时候有一支最为庞大的盗贼队伍 在国内四处横行霸道 他们被人称作五斗米教 什么是五斗米教呢? 就是一些不务正业 品性不良的匪徒 当他们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 每个人都必须按规定 佼佼五斗的白米 所以呢 人们就把这一群人 这个团体称为五斗米教 说实话 他们就只是一群到处杀人放火的强匪 当时候在浙江无星这个地方 有一个年轻男子 名字叫做潘纵 潘纵看见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 人民没有足够的粮食 生命又受到威胁 人人都忙着逃难 潘纵他自己住的地方 也遭受同一样的情况 左邻右舍几乎都逃光光了 眼看着地方上的倒费越来越多 潘纵就决定带着他那年老的爸爸 潘票 两个人一块逃难去了 一路上 父子两个人 参风露宿 沿途只能够摘些野果子 野菜来冲击 随时都会有匪徒逼近的声音 逼得他们充满紧张 不断地向前逃跑 对于年纪大的老父亲来说 这种旅途可真是受不了 所以在走了好长一段路程之后 老爸爸攀票 就对儿子潘纵说 儿子 我累了 休息一会儿吧 虽然贼兵追得很紧 风声鹤唳 潘纵还是把爸爸 请到旁边的大树下 说 爹 您坐着 休息一下 等会儿我们再赶路 爸爸休息够了 潘纵把爸爸扶起来 父子两人又开始 急急忙忙地赶路 当时候 乌斗米叫的人 都是一些凶悍的土匪 见人就杀 有东西就抢 个个丧尽天良 所以呢 逃难的老百姓 通常都不敢稍微 停下来休息 以免随时都会碰上 五斗米叫的匪徒 就在一天傍晚 当父子两个人 已经走了一整天的路 早就疲惫不堪时 忽然 他们听见 后头 有人传来惊慌的大叫声 土匪来了 快逃啊 大家快逃 煞时间 每个背着家当 正在逃难的人 个个都惊慌 拾错起来 拼命地向前跑 路上乱成一团 年轻的潘纵一听 也赶紧拉起老父亲的手 拼命地向前跑 爹 土匪快来了 咱们赶快跑 可是 年老的父亲 已经走了一整天的路 早就疲惫不堪 才跑上没几步 就因为脚软 而坐在地上 连站起来的力气 都没有了 儿子 我走不动了 我的年纪大了 早晚都会死 你还年轻 赶紧逃命去吧 潘飘讲完这话 连忙挥手 要潘纵赶快自己走 别管他了 但是 潘纵怎么忍心 丢下爸爸 自己去逃命呢 眼看敌军 打打的马蹄声 一步步逼近了 爸爸非常坚持 你赶快走 别理我这没用的老骨头 潘纵连忙 着急地回答 爸爸 您不走 我也留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父子两个人互相推让 拉拉扯扯的时候 强盗追上来了 那些强盗 那些强盗看到 路上只剩下这对父子 还留在原地 不禁狂妄地大笑起来 竟然有人等在这里送死 哈哈 我就成全你们 其中一个强盗 举起一把大刀 就要往潘飘身上砍过来 盘纵一看 不得了 赶紧扑到爸爸的前面 强盗的刀子 硬生砍在盘纵的背上 立刻盘纵的纤细流了出来 盘飘一看 赶紧把儿子推开 跪在地上 对着强盗说 各位大爷 我儿子年轻力壮 本来是可以逃走的 但是为了要等我而留下来 拜托你们 放了他吧 潘纵听到爸爸这么替他求情 连忙又撑着身体 爬起来 挡在老爸爸面前 强盗不耐烦了 举起刀子 挥向盘飘 却一次次的 被盘纵的身体 挡了下来 盘纵被连砍了四刀 流血过多 当场昏迷过去 旁边有另外一位强盗 看着自己的同伴 这么残暴的 对待这一对 不顾自己生命 拼命想要保护对方的父子 他看得十分不忍心 就劝阻他的强盗同伴说 那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 而我们还要这样杀他 实在是太没天良了 你住手吧 看人的强盗听了同伴的话 把刀子收起来 一群强盗随即转身 快马加鞭 离开了盘票 盘纵这一对父子 老爸爸赶紧替儿子 直谢疗伤 两个人的生命都保住了 这样一见 爸爸爱护儿子 儿子也爱护爸爸的事迹 被后来的皇帝听见了 他就把盘纵所定居的村庄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纯孝礼 还让他们家三代的人 都不用缴税 作为孝顺的奖励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什么是爱家人呢 不就是你愿意牺牲 你的权益来照顾我 而我也愿意同样的照顾你吗 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 能够帮助我们学习 好好的来爱我们的家人 学习照顾他们 下一回知心姐姐 再与你空中相见了 拜拜 我 祝我神贺的味道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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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我祝我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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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他归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